直襪縫襪間 但這只算半成品 還得靠人力檢查品管 定型排除瑕疵後再開始包裝 這是傳統襪子工廠的生產流程 雖然已經半自動化 但依舊需要不少人力光芒品管 襪子的尺寸大小 取決於這個真筒的圓中 他是第四代負責人吳瑞哲 因為傳產外流嚴重 五年前被父親找回來工廠學習 又在兩年內決定 接手孫祖父在日劇時代 一手創立的襪子工廠或者官場 你一接下去的時候 就會勾起很多小朋友的時候 小朋友的回憶 之前我父親在修機器的時候 我常會跟著他旁邊 然後給他一些修理機器的一些工具 螺絲等等的 然後小時候在工廠的環境長大 想起父親靠著這間工廠 把他拉拔長大 讓吳瑞哲毅然接下重任 同時也決定要將工廠全面轉型 我們要轉型官工廠的時候 必須要把很多的空間騰出來 給官客 然後機器的部分 也要面臨說要自動化升級 機器多了三倍四倍的價格 然後襪子的零售 末端的零售價格 沒有辦法賣到三四倍的價格 是他的錢啊 新花跟冠花都是一樣的 由於父親希望工廠能留在台灣 最終還是接受了更新機器 讓產品複雜性高 變化多 好跟大陸市場競爭 這裡是襪子工廠的自動化生產線 但是也由於傳統產業 面臨了市場競爭 必須轉型為觀光工廠 當然還捨不了首座體驗課程 像是在這一邊呢 除了老本行的襪子製作之外 另外像是絨毛娃娃 以及水瓶套都可以體驗 這個呢就是要靠這一個 改良版的百年手搖機來完成 像是這一次製作的圍巾呢 也都是在這一個體驗行列 讓小朋友來親自體驗看看 DIY的樂趣 帶著寶貝兒子 一起體驗之圍巾樂趣 家裡的觀光工廠 就像是座小遊樂園 我是一個小小小遊樂園 我跟他們有經濟家園業 觀光工廠每個月 依照當時任們話題 每個月推出不同手作品項 不讓遊客失去新鮮感 增加回流量 對 我常常都開玩笑 我把我父母親的退休金 都拿去做轉型 我也很高興 因為他願意做 他這樣做都是對的 假如說是不對的 我也不會去支持他 那當然重點是因為 現在成果出來了 那當然他看來 就會比較放心 轉型為觀光工廠 只是改變的第一步 持續跟著時代潮流 與產業趨勢 不斷調整變動 才能把西洋產業轉化為日不落禪 你也沒有去ечь 你也有負責 請記得